好,我們講一個話題反應 最簡單的話題反應我們講一下 譬如說 心跟癢 反應生成水 好,這是一個話題的式 那你看到這個話題的式 你可以想一下這個話題反應是怎麼進行的 想一想 怎麼進行的 心跟癢 我把心跟癢放在一起 搖一搖 再講一遍 電子的補貨 電子的補貨 什麼意思電子補貨 就是心的電子被癢 所以把心跟癢放一起 然後把電子跳過去給它 然後變成水 你想想看嘛 我的意思說 心跟癢變成水 在過程跟不少 你要讓它變成水 不會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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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變成水 不會癢 不會癢 不會,我知道 怎麼變成水 燃燒 燃燒 怎麼樣要燃燒 輕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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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要燃燒 你把這時間想一下 告訴我怎麼做 燃燒 加熱 高溫 加熱 高溫加熱 對誰加熱 對癢 對2個一起加熱 對清 對清加熱 跟2個一起加熱就好 你把心跟癢放在一起 有個火 砰 爆炸 爆炸就是心跟癢就開始含蜜 白營燒就變成水 他們別的東西 他們別的東西 沒有別的東西 沒有別的東西 那就變成水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反應 那會不會回來 會不會回來 會不會自然回來 我把一堆水放在這邊 過兩天之後他就變成 清燈兩邊跑出來 為什麼不會 能量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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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足夠能量讓他 變成可力反應 沒有足夠能量讓他變可力反應 這樣講是對 但是什麼叫做沒有足夠能量讓他可力反應 我想一下他可以 不過自然可以 自然可以 自然是什麼 就是打雷 打雷讓他白癮 雷打到水裡面 讓他變成青跟氧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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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韻你說什麼 就是他沒有一個能量 可以讓他把這兩個東西分離 OK 非常好 當我們變成水的時候 是氧跟青的反應 兩根青在一起之後呢 不要讓他分離變成氧 比較輕再出來 一個事情就是這樣 你把這兩個東西打斷 你要打斷之後 假設我兩個水分子 我一樣被打斷了 我這兩個氧就可以變成一個O2 我這兩個輕可以變成一個S2 對不對 我就變成一個單獨一個元素出現 這叫做分解 所以他要回去了 對不對 所以當我能量不夠的時候他回不去了 放在血的時候為什麼會反應 因為也沒有能量讓他接在水裡面 也沒有能量讓他接在水裡面 譬如在這邊青跟青災一起的時候 你也沒有能量把它打斷 他就沒有辦法反應 所以他就要打 要點火 點火在山上 他氫也分開了 氧也分開了 分開之後他就能量去組合跟水 他組合跟水分子都放了更多能量 讓其他的根子就分離 所以我們很清楚是 所有的話你反應的 開始耐上 都是要先把健檢打斷了 是不是 但是水這個例子是 他反應完了之後呢 水是一個非常非常固定的 所以你要更多的能量才可以把它打開 才可以把它分離 否則他沒辦法變成 氫氣或氫氣 他沒辦法回來了 所以這不是一個統一反應 正常來講不是一個統一反應 好 那我們看 那這邊有一個提示什麼 講秀的 你說 那沒有 沒有 你說有秀 秀加水 來秀加水 V-R加水 V-R-2加水 這變什麼 變什麼 這個 整個一個氫離子 氫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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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氏吸症窗 氫 氫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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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離子啦 你把鏽丟到水面去的時候 它就會分離出新的離子跟鏽的離子 還有一個叫做刺鏽磚 不用平衡 那一個 哪一個 這個 HBRO 它會變這個東西 好了 它怎麼過去 這個是不是要先把 鏽 它本來變成這樣子 這是癢 跟水的反應 是這樣子 還是把這鍵打斷 把這鍵打斷 把這個反應成這個東西 是不是這樣子 他把這鍵打斷反應成這個樣子 HELLO 有問題 是你說 那個 不是跑出去就會有一個樣子 什麼 就是你把那個東西 然後放到那邊 把那個東西 把那個東西 跟那個東西 會變成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啊 就是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跑到那邊 東西還在 還在啊 原子本身都在啊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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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邊做了一個家 然後那邊沒有家 沒有 他就做個家 就做個剪啊 加上剪 代表它的電子 是真實的 好 我會怎麼看 這樣講 我們 例如換那 NACL 換到水鈴會變什麼 會變成 NA 直腎 加上CL WAT 對不對 它叫解鈴 我們都講過了嗎 分解鹽之後 我們講到解鈴嗎 我們不記得有講到 解鈴啊 如果 它在水裡面 它本來是一個鹽巴嘛 鹽巴是不是就 綠比較大顆嘛 那比較小顆對不對 它在水 它在正常的結晶的情況之下 它是這樣子的 一個狀況 大小 大 小 大 它這樣一個一個 這樣接在一起 這樣都沒有電起來 然後 你水 撞過去的時候呢 欸 不是我 撞過去的時候 好 這是綠 綠帶什麼電 綠你要帶什麼電 綠帶負電對不對 綠帶負電的時候 綠帶負電的時候 如果清跟它共在一起 清帶正電嘛 清為什麼帶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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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歐怎麼樣 因為歐是負的啊 歐為什麼不能正 歐比較負的 因為歐比較負的 為什麼歐不會是正的 它比較會搶電子 它比較搶電子 楊比較會搶電子 楊需要電子才平衡 變得很平衡 所以楊比較搶電子 那清問為什麼會搶電子 因為他 我們以為他不穩定 因為他 他搶 他不搶電子 他搶不到 第一個搶不到 因為他 他清是 清在燕子區多少 第一 清在燕子區 表示它裡面有幾個姿勢 一個 一個姿勢 表示外面有幾個電子 一個 好 我們說第一層 要幾個電子才能夠穩定 兩個 兩個 所以假裝給他一個電子 他會不會穩定 可以 如果給他一個電子 他變兩個電子 他會穩定 比如說他裡面 他有一個姿勢啊 都會搶到電子 對 他可能就失去了 他失去變沒有電子 他又可以穩定 所以他就搶到電子 所以在隨意面來講的話 好 假設這是一個水分子 局部來看的話 氧是在負電的 氫是在正電的 然後因為電子被搶過去了 電子被搶過去了 電子被搶過去了 他們在一起是這個樣子 清晨 你有去弄我意思嗎 好 電子被搶過去了 所以 清這邊局部在正電 好 然後清跟氫撞在一起的時候 這邊是正電 把電子拉出來了 那為什麼這邊是帶負電 為什麼綠帶負電 再講一遍 電子被癢傷 電子被癢傷 不是喔 我講綠喔 我們先看綠 綠化那本身 綠化那本身 這兩個原子 誰比較強 誰比較會搶電子 綠啊 綠比較會搶電子 如果周期小白看的話 這邊是需要 丟掉電子的喔 這邊是丟掉電子的 對不對 所以它 納在這邊嘛 那你把電子給綠嘛 所以綠就帶什麼電 帶什麼電 納帶什麼電 正電 正電喔 因為它有電子丟過去了 好 所以綠化那在這邊的話 納是帶正電喔 綠是帶負電 好 現在水 跟它撞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正電就把這個綠給拉出去 正負相吸引 就拉走了 綠是會跑過來 綠跑過來在水裡面 它是帶負電 所以要做解離 它可以把那綠子 在水裡面自由移動 因為水裡面到處有正電 到處有心嘛 它可以到處 蛤 氧就會把那給拉出來 氧如果撞過來 這是個水啊 氧撞過來的時候 它就可以把這個綠 蠟給拉出去了 所以蠟也解疑了 所以在水裡面呢 另外蠟在水裡面呢 它變成什麼 蠟離子跟綠離子 存在 水裡面 所以什麼 鹽融到水裡面去 攪拌攪拌攪拌 綠化那就變成 綠離子跟蠟離子跑出來 在水裡面 什麼 飽和 飽和怎麼樣 是怎麼樣 飽和就是它已經不能再融入 因為 就好像說 嗯 我第一次說 為什麼我這個 才是可以到保 因為它已經保了 譬如說你的需求量是 你可以喝五瓶水好了 你喝到五瓶水再給你一堆瓶水 你喝一下 不用再下去 你就飽和了嘛 水分子在水裡面 也是這樣 假設這一個水分子 一個水分子 它可以拉出來的 那 它可以拉出來的 綠是有限的 但它不能拉出來的時候 它就是要飽和 懂嗎 這叫飽和嘛 它每個水分子之間 它有一些空氣 可以融到蠟離子跟綠離子 所以它可以不斷的 把綠離子跟蠟離子 給拉出來 拉出來 拉出來 拉到它一步的再拉的時候 這時候再倒鹽硬去 鹽硬不會融化 對不對 就不會再鐵硬 好 這裡你的問題是什麼 我吃到你 我吃到你 我吃到你都飽和 然後我吃到你 像什麼 我們剛剛那時候 綠離子跟蠟離子 被水給分解出來 好 你忘記了 這個人就已經講過了 這學期一開始就是這樣 對不對 我們不是講說 它怎麼融解的 記不記得 我們講融解那件事情 融解啊 我記得 你怎麼講 融解 融解 水做到這個東西 你知道 你知道嗎 還要把它黏走了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你剛剛講這個嗎 我剛剛講這個 我剛剛講這個吧 水斷過來 青跟綠放在一起了 那一個是帶針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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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把秀丟到水平去會變什麼? 秀丟到水平去看到 秀,比較想要什麼?想要墊子還是失去墊子? 他正常來秀,想要得到墊子還是失去墊子? 秀,本身想要得到墊子或失去墊子? 秀跟誰在一起?秀是哪一組的?在周期表面,秀在哪裡? 秀在哪裡?秀在哪裡? 秀在周期表面,秀在哪裡? 秀,秀,秀在哪裡? 秀在哪裡? 秀是秀,秀是需要 pick yo 1946,秀,秀在誰? 秀是秀,秀是秀 秀是秀的,秀是秀 秀是秀 ein 秀在秀 秀是秀 秀,秀是秀 秀氏 秀是秀 秀是秀 7A,那種是非基礎元素 7A,好,7A,然後非基礎元素7A,我知道 它上面是什麼? 綠 綠 在上面是什麼? 佛 好,這一組叫做乳素 叫做乳素 好 它上面有寫這個叫乳素 沒有,這個是我現在跟你講 它沒有寫,但我現在跟你講 你跟他說我們是什麼? 我剛剛說,你不知道,你說7A是可以的 他不講7A,又講非基礎元素也可以啊 不是嗎?你可以跟我講,它叫秀 它是17,岩子虛17都可以啊 對不對?這都是正確的答案嘛 我現在告訴你,這一組叫做乳素 OK? 這組叫佛 綠 秀 點 它是什麼? 2 對不對? 這五元素叫做乳素 它在手機表裡面是 倒數第二行 倒數第二行 增加乳素 可以 참ches 請 differentiate 請 quedar 你有第二行嗎? 最後一行是什麼? 下一行是 愛 雅 牌 对不对 对不对,这一组叫做钝气 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钝气 为什么叫钝气? 因为它反应比较多 很迟,很迟,很迟啊 不容易反应 钝气就是它不容易反应的,因为它固定了 对不对,太外面几个电子? 两个 两个,哪个最外线几个电子? 八个 八个 288 2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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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它就稳定 所以钝气这边是比较稳定的 鲁素跟它隔一个 所以鲁素想要得到一个电子 得到两个电子,得到三个电子 还是失去两个电子,失去一个电子 它就是哪个? R R 我说你抬它都已经搞了,你不要问我啊 我可以写错啊 我上面写错了 我上面写错了 好 鲁素呢,它是想要得到电子,失去电子 想得到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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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得到几个电子 100个 想得到100个 1个 想得到几个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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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组想得到电子 好 OK 好 好 什么 你刚才讲什么说 鲁素 鱼素 鱼素啊 河堆一组叫鱼素啊 鱼素啊 鱼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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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啊 我没听清楚而已啊 没有 我相信是什么 风吹过来 然后声音变了 好 你说 你听成我讲错了 OK 没关系 鲁素 他想得到一个电子 对不对 对 他在水里面 他就想得到一个电子 他今天在空中 他浓能得到电子 不能 空中他这个气 可以啊 不太容易 空中电子 不太容易 空中不容易得到电子 他气到水里面去的时候 他其实都是电子 到处都是电子 可是电子是有搜索的嘛 是被 清跟养开起来 可是呢 因为 在水里面的电子 比较容易只有移动 所以秀 就比较容易 去跟 本来是 这个 清的电子被养 抢走了 他就把这个 养给 养这个 把这个电子给抢过来 他就把这个电子给抢过来 抢过来 这个VR 就变成什么 附电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他抢到电子 因为假设这个 一个元素来讲 这VR是直接跟他结合 就变成 氧 就会跟VR结合 这边还是清 另外的清 逃去哪里 5倍 5倍 就被挤出来了 另外的清就被挤出来了 另外的清就被挤出来了 那电子在抢走了啊 所以这个清就在那边 就被挤出来了 蛤 什么 就被挤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 四锈栓 对不对 这是锈离子 这是清离子 它变成这个东西 但是呢 事实上这个东西 我们讲过了 这东西融会不会回来 融会不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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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们其实能量没有差很多 所以它一点点的能量 它可以用回来了 这个有一天 这个清香也不爽 就会回去把秀给赶走了 哦 秀赶走的时候 它会回到水了啊 是不是 那秀跟这个秀 就结合在一起 就变成秀分子了 所以它很容易左边 往左边跑 也很容易往右边跑 往左边跑 很容易跑出去 所以那有没有哪一天 它反应完成了 没有 没有 它可能今天下去 不小心 秀分子跟清 转在一起 它就变成痴臭酸 所以它这样的一个反应 是一个不逆反应 对 它叫这个可逆反应 可逆反应 可逆反应 你说它是不平衡 是它叫做动态平衡 大概一心想就好了 诶 你叫什么 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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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叹逆的逆啊 你是个逆贼的逆啊 逆流盒的逆啊 逆流盒 是逆的逆 这是动态武器 他没有确译 好 有没有同学可以举例 说明一下什么东态武器 什么 什么叫做动态武器 你试试看 啊 啊 你这是动态武器 取個例嗎?生活中有甚麼例子? 鹽 鹽怎麼樣? 鹽怎麼動態50呢? 鹽 那跟鹽變成鹽 找到嗎? 真的就白蜜去 那我就動態50 我講動態50就是說 就讓我取個例子好了 我就去杯水 我就打個洞 水流出去對不對 水越多了流越快 我會給他們 上面水的桶應該打開 水流出去又補充水 在某一種調整之下 水會為幾個高度 有沒有可能 水流出去啊 水都補充進來 這些都是動態穩定 屋裡不會練開 屋下生態鍋旁邊 就有這麼一個水桶 上面水打開一點點 水流出去 我一直補充著 屋下流出去多少 會補充多少 它就穩定了 我以為我現在會想要磨類似的話 對 我先取個 電風扇怎麼樣 電風扇怎麼樣動態穩定 你說 我知道 好 你說 我先要你把龍蹄吃進去 然後大蒜 大蒜 你會再把一個 就是 當成隔料 然後當成隔料以後 你又有生高 然後這種東西 會做成食物 然後做成就更好 OK 沒錯 這次動態穩定 動態穩定 食物店是動態穩定 非常好 你說 那你不再寫是電風扇 你不再寫是電風扇 好 電進去了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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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電腦 又不再寫 他要進去了 他能不能再寫 OK 非常好 這是動態穩定 那算了 它是指一個形態穩定之后 我們從表面看起來看起來沒什麼改變 但是它在系譜裡面當然是做很多改變 然後你把它去拿著 institute 拿著釜子然後大海大海就 成療療好商品然後變成那種小型氣搬 然後你和他下給架下 decentralize 那食物都很厲害了 是不是我? 我看他對定義的ETC 我知道了 等一下記者 你說吃看 食物怎麼樣? 從根西部廊下葉就回來啦 然後咧? 有意思 解釋回來 你看到什麼東西是穩定 穩定 重點要穩定 這個字穩定 他剛剛 這裡都講的是 水是穩定的嘛 那個水是穩定的對不對 我們剛剛要喝水 樹喝水 可是我喝了水之後 我尿尿出來了 樹根這個水已經跑出去了 回到空氣中 又下雨下下來了 所以整個海水的量幾乎是穩定的 對不對 可是它有沒有變化 有沒有變化 有變化嘛 它是不斷的蒸發下降 蒸發下 那過程當中有把它喝掉 有汁把它吃掉 但是它是穩定的 對不對 整個表面上看起來這樣穩定 那 也有意思說 H加DR加DR喔 它是一個狀態 因為它會 它會出來 又變回S2O跟DR 對 沒錯 它就不斷的 繡分子 撞到水 變成 心離子 繡離子 刺繡穿 可是不小心 這三個撞到一起 都變回來這裡 這兩個撞到一起 又變回去哪裡 它不斷變來變去的 但表面上看起來 你會覺得說 欸 好像沒有在變化囉 這水邊的濃度是固定的囉 沒有在變化囉 可是它是一直不斷在反應 一下往左一下往右 但是平衡了 動態平衡了 所以在這邊液體裡面 有沒有修分子 有 有沒有水 有 有沒有清理子 有沒有修理子 有沒有吃修專 有 都有 這五個都有 這是一個動態平衡 可是它這個分離的時候會釋放成這樣 有嗎 釋放成這樣看錯 剛剛釋放成這樣 剛跑 就給它變回去了 就失去能量 這邊 因為假設從這邊過來 釋放出能量 釋放出能量 剛剛又給另外一個這邊 回去 所以簡單的能量是循環 所以它是可逆的 叫循環式 這個可逆的 這個忽左忽右 忽左忽右 再舉個簡單的例子 動態平衡 15個鏈就是一個循環 15個鏈就是一個循環 15個鏈是一個循環 但是這邊變錯 這邊變錯 這邊變錯 那你剛剛講說 食物鏈就是動態穩定 對 動態穩定 對啦 動態穩定 這個名詞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來形容 但是在這邊 比較循環也可以 對 動態穩定 食物鏈 哎呀 食物鏈的循環就是說 譬如說 人吃 人吃 叫做人頭 兔子吃草 狐狸吃兔子 狐狸又被獅子吃掉 那狐狸死掉之後呢 獅子叫做他的食體被細菌分解 細菌分解能量給植物吃了 它就變成一個循環 所以你隨時 講到這個生態平衡之後 你回去試試看看 吃的數量上百分之一 這個物業數量上百分之十 肚子的數量上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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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增加 會阿 會 他可能會增加 可是增加之後 他沒有食物就會死掉 會被植物給分解 比如菊蠣給分解 植物給吸收 對 它就變成一個動態平衡 所以它的數量會增加一下下 少一下下增加一下 它會維持基本上是一個小平等 就是它可以自己進去 好啦我再讓你來 OK 好 所以那個中塊平等 這樣清楚嗎 OK 好 那記不記得我們大概講說 影響化學反應的數率有什麼因素 超多喔 三個有幾個 四個 四個哪四個 好多喔 說說看 分度 好 好 還有咧 蛤 什麼 丟 丟 你喜歡本湯嗎 他比較喜歡本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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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哪一個 他們比較喜歡黑板 他們比較喜歡黑板 好啦 還有什麼 影響那個反應數字要什麼 什麼 音量 溫度 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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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 融度 春花季 春花季 然後他只要命中 他只要命中 什麼 靜子 不是靜子 對啊 是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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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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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不記得我們在解釋這四個的時候我們說 為什麼這四個會影響到湯 除了春花季體外 春花季性部分湯 上面這三個因素 都跟一個現象有關係 很難 為什麼增加溫度可以增加它的反應速率 增加面積的增加反應速率 增加濃度可以增加反應速率 都跟一個因素有關 什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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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靜子 還有呢 跟靜動很像 還有呢 碰撞次數 碰撞次數 很碰撞 碰撞次數 碰撞次數 碰撞次數越多 你就越容易反應 對不對 我們剛剛看 這邊所有的反應都必須撞在一起 有沒有 有沒有 水要把綠給拉出來 水要跟綠撞在一起 他才可以把它拉出來啊 對 你撞一次拉不出來 撞兩次拉不出來 撞第三次拉不出來 撞第三次就拉出來了 所以碰撞次數有影響了喔 對不對 碰撞次數有影響 可以把它拉出來 碰撞機是降低它的反應 反應能量 比如說 我去跟這個女生 打電話請她出來 她不出來 我拜託她的好朋友 我拜她的好朋友去約她出來 所以她好朋友就碰撞機 對她好朋友有碰撞機嘛 對不對 答案是還是把它約出來 可是我拜託她好朋友 因為她好朋友 跟我有比較好的關係嘛 啊她好朋友 跟她又是好朋友嘛 所以我拜託她好朋友 把她約出來 自己要約出來 是不是這樣子 我自己約約不出來嘛 那是催化機 對 那是催化機 在一起 我要跟B跟B反應 我要跟B反應 先用調化機 我就要先把這個打斷 才能夠反應 可是 我直接打斷要很大的能量啊 假設這是一個C的元素 C的元素 剛好 很喜歡A 她 但是她沒那麼喜歡A 她有時候喜歡B 所以她有時候 她就可以把A先拉過來 變成A加A7 對不對 這個A就獨立出來 她就可以把 跟B在一起 B加 BC B也獨立出來 她就可以反應了 反應完之後呢 她又把A給放出來 她沒有那麼強烈的 因為她得到她 也沒有得到很多能量 放掉她也沒有放掉很多能量 所以她一點的能量 她就把A強出來 得到一點能量 她把A都放掉了 所以她是一直在 做一個狀況 所以策劃 C是策劃器 C是策劃器 所以策劃器是降低 降低她反應的能量 你本來直接打斷A 或直接打斷B 要化成大能量 可是你放入C之後 你打斷A 就一直在A的能量 簡單來說 就是降低她 或是降低空洞之路 是降低她 打斷間捷所需要的能量 你不一定無力升級啊 有清楚嗎 降低打斷A 如果A或打斷B的球 需要能量 那她要把它整個 降低 然後再把它打斷B 然後再把它打斷B 這樣子 沒有把一點能量 那這時候就會放出更多能量 如果它換成 組合成AB之後 AB可能放出更多能量 那放出能量 那放出能量會讓A跑出去 會讓B跑出去 會讓B跑出去 所以A會不會發電 所有能量放出都可以發電 譬如說 你把水跟把心跟氧反應 是不是可以放出很多能量 在檔上當然可以發電 不是啊 我如果用放式的話 你都不會 沒有變啊 沒有差別 它四方的能量是一樣 它只加過一個東西 做一個轉換而已 它放出來的能量 好 舉個簡單的力量 我假設 我現在把氫打斷 我需要2000焦耳能量 我這隨便阻力而已 反應要達到需要1800焦耳的能量 所以總共填充進去是3800焦耳 可是我反應完之後可以放出 假設放出4000焦耳的能量 需要這個反應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好的 因為它放出200焦耳對不對 它就放出200焦耳 是不是 假設我現在有個碎化劑 叫做M好了 M進去之後呢 我這邊反應我可能只需要200焦耳就可以反應了 200焦耳就可以把心給打斷 因為M是個碎化劑 我只舉個例子 M進去之後呢 只要180焦耳就可以反應了 可是我結果到這邊來之後呢 我只有放出 超過這張負荷功能 只有放出580焦耳 那你想看 我這邊用180 用300 放出580 我的差異性是多少 還是200啊 我差異性還是200啊 我還是只有得到200 並不會說因為放出碎化劑 我增加更多能量 並不會啊 所以 碎化劑的好了是什麼 我加速 我就不是加速喔 變方便 對啦也可以加速 雖然在加速 但是在這邊 它是讓動力是在 它不需要提供2000焦耳 不需要那麼高 不需要那麼高 它只要一點的能量 它就可以反應了 沒錯 那因為有需要在裡面 需要有增加它動作的機會 OK 好 好 所以動態武力 我要講什麼 好 OK 所以這個鏡 變成刺鏡專 這部分沒有問題了吧 好 好 它這個短力反應 好 那如果說 如果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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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誒 喔 是放熱反應 那現在我們把這個實驗放在一個 低溫的反應之下 它反應往裡面激動 看不看 假設這樣的反應是一個放熱反應 就是從這邊過去,它會放入能量 所以我們把這個實驗放在一個冰塊上面 它會比較靠這邊,還是比較靠這邊 比較靠這邊的景點 把裡面的錄影操 這個反應是這樣的 我把一個燒杯 不是燒杯,把一個原植瓶裡面放水 然後高度刺繡 高度刺繡 不是高度刺繡 大陸的錫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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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開反應的 這個東西反成是紅燈色 可是在乾水反應之後 過一段時間 紅燈色會降低 紅燈色的顏色會降低 為什麼紅燈色的顏色會降低 為什麼 變直 色是會變 變什麼 變直 變直 什麼叫變直 因為它反應的 反應的 它反應的 所以它本來 錫繡的比例假設是2M好了 怎麼樣 2M是低的 低的 然後到那邊變1M 摩耳嗎 然後到那邊變1M 每一公升裡面有兩末 對不對 對 它可能反應過去一部分 所以它可能剩下1M 是不是 它另外的螢幕全都反應不去了 好 假設這樣的反應是需要放出熱量的 好 那我來把這個杯子拿去 你放在 你放在 你放在冰水裡面 放在冰水裡面 放在冰水裡面 希望它會 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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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變回來 還是更多變過去 更多變過去 更多變過去 大家清楚的意思嗎 嗯 嗯 有點難抖 有點難抖 應該是 它在幹嘛 它在幹嘛 它反應的過程都會加熱 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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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變熱 然後它跟冰塊 有關嗎 有關 有關 冰塊一直把熱拿走 一直把熱拿走 一直把熱拿走了 沒有 沒有 它就有人在打到那個間 他把熱拿走 把熱拿走了 熱拿走了 把熱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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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熱給拿走了 那當然就是會 會 要不要變透明 這邊有個變透明 有這麼多同學 拜託 請他可以講話 這邊吧 這邊是反應 現在有兩個站在網紅中 我怎麼想都覺得沒有差 沒有關係 因為他在反應的位置放熱 然後你給他一個冰塊 這個溫度 就是他並不是一個反應 然後到一個溫度 或是停止的一個反應 那這因為你的外界不小心改變 他要改變他的平衡 改變他的平衡模式 譬如他反而這邊 我現在的理解 有一些有很多種防止 因為我還不確定 只是他這個反應是 好他有可能溫度 然後我給他冰塊 他就會這樣溫 那他就以為還沒反應完成 然後一直加熱 是這樣的意思 一直產生溫度 還是他產生到一定的程度 他就會停止 什麼 哇 呃 那你想想看 你這個會不會 紅中色怎麼解釋 因為他反應完 就是他 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白紅色 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白紅色會不會有 停止了一點 不會 他持續反應對不對 紅中色 紅中色 好 現在 紅色一票 紅中色兩票 啊 紅中色三票 來來來來來 你是說這邊 對不對 對對對 是往這邊反應 還是往這邊反應 現在往這邊反應一個 往這邊反應三個 放熱 蛤 往這邊是放熱 熱會放掉 往這邊 往這邊吸熱 吸來就放熱 蛤 吸熱 往這邊就變吸熱了 蛤 你把它給熱的時候 他給我這邊反應 嘛 往這邊反應的時候 就是放熱 右邊啊 你往這邊 好 這邊加一票 右比三 右邊 好 三比三 兩個沒有反應 沒有講話 右邊 四比三 清晨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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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在小朋友這樣走 欸 把他剛剛說 有聰明的一票 有聰明不在這裡嗎 你們是聰明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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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有沒有說說看 因為中間 咦 同學 聽這裡講 我會喔 我會喔 我如果從我講 都不會 看著他的 感覺 好 好 基人 基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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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因為右邊 要變成左邊的時候 要熱量 後悲熱量 他就變出去 好 他平衡的時候 我們講平衡是 假的現在的溫度是 28度 他在28度的情況之下 他就平衡了 他這時候 往右邊 左方的能量 剛好讓一些分子 往左邊反應了 跟他平衡 他跟外界分子平衡 他就能量不會有 對 可是我想要放到 低位的地方 想要放到一個 靈度的地方好了 靈度的地方 會吸收他的能量 會吸收能量 啊能量從哪邊走 能量從哪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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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是從反應 是往左反應 是往右反應 才能量出來 往右 所以能量要出來 他只能往右反應 會刺激他往右反應 讓更多的能量從哪邊 跟外面平衡 喔 所以 這個反應就是往右邊跑 也是對的 那 我要讓他往左邊跑 我要讓他往左邊跑 要怎麼辦 阿布蘭 我要讓他往左邊跑 應該怎麼辦 蛤 我要讓他往右邊跑 應該怎麼辦 加熱 加熱就可以 那還有別的方法 打破破 有啊 來做我看 什麼都不要改 什麼都不要改 改的方式齁 我增加這個東西 可以 省喔 所以他還要再加油 放熱 蛤 再兩遍 那你把HDR 夾熱放熱 夾熱我先 什麼意思 所以你看他寫個夾熱 我聽說 我夾熱 這個也不同時寫的 我說這個反應方式 是放熱反應 增加熱量出來 我把這個東西 假設我現在放的是熱水 我現在放熱水裡面 比如說我在加熱 我在加熱的時候 反應就往那邊跑 我 我這邊等下 放到冰塊的時候呢 就會往那邊跑 懂 什麼意思嗎 我放到冰塊裡面 就往右邊跑 我放到熱的地方 就往左邊跑 會增加熱量 所以他會改變他的平衡方式 好了 那我要讓他往 那邊跑 還有方法是什麼 我增加這個可不可以 我增加氣因離子的時候 我是不是增加氣因離子 跟刺球管碰到的機會 那增加到碰到機會 是不是有機會就我們運跑 好 這樣 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會往那邊移動 好 所以 假設我增加鏡的比例 他是會往那邊跑 好 我增加 我增加這個 X正 X正是它是酸根 只要能夠解除氫離子的 就叫酸 所以假設我增加一點鹽酸的時候 鹽酸是到水裡面去 它會解除氫離子跟氫離子 這個氫離子會迫使它 會迫使氫離子 會迫使氫離子 反應回來 所以假設我增加一點點青 顏色的話 它就反應過來了 好 這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就變紅色的 這就變紅色的 就是這樣碰碰的機會 我要做實驗 OK 這個實驗 我沒辦法做 等一下蝦蘭哥會拿一個影響給你們看 因為 這個實驗 有蠻多的毒品 然後秀本身就是毒的 所以它本身就很好 所以它換為 它飛的就在這裏 然後這裏 對 下面有那個可以一直這樣看 我們開七小段一小段 我去挖鼻神 我去挖鼻神 大家可以 谢谢大家